这当中有很多媒体都是以中美欧隐身战机大比拼为题 对其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而首次现身国外航展的咱们国家的歼三腰 第四代隐形战斗机 它也是亮相了 意味着它将成为F35在国际军机市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那么同样欧洲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神经元隐身无人机 那么这样一届迪外航展 为什么会突然呈现出中美欧隐身战机群雄逐路的格局呢 这些世界顶尖隐身战机同时亮相 又是否意味着隐身战机很快就要一统天下了呢 2015年11月8日 号称世界三大航展之一的迪拜航展隆重开幕 此次航展吸引了包括中俄美欧在内的世界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100多个参展商参加 而让此次航展最受关注的原因是 这是一次空前的隐身秀 中国 美国 以及欧洲 纷纷亮出了自己最先进的隐身战机 在以往的各大航展中 真机展示和飞行表演的机型 往往是最夺人以求的 但此次航展刚刚开幕 大多数人却被一个战机模型所吸引 那就是中航工业展出的FC-31 及我国第四代战斗机殲-31的1比5战机模型 这是胡鹰战机 即2014年在我国珠海航展进行飞行表演和静态模型展示之后 再次在大型航展上公开亮相 也是该战机首次走出国门 参加国际大型综合性航展 据有关专家介绍 与去年珠海航展中的殲-31相比 此次亮相的殲-31模型外形已经进行了较大调整 使战机飞行性能和隐身性能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而从外形的一些变化也可以看出 新型胡鹰的基载设备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歼-31此次现身迪拜航展 也引起了美国各方的高度关注 据美国媒体11月9日刊发的文章显示 歼-31的出现证明 它未来将全面打入国际市场 对于美国F-35战机的出口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歼-31不但拥有可堪比F-35的性能 而且可携带多种武器 最关键的是 据中方提供的消息显示 外国客户还将能够根据本国的探测器 武器和通信系统定制战机 那我们说到在这样一次迪拜航展当中 我们看到虽然说美军的F-35没有亮相 但是另外一款隐身战机的出现 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究竟是谁呢 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下 在本届迪拜航展中 欧洲神经元隐身无人机的出现 也成为了一大亮点 该无人机是法国打索公司牵头 由欧洲六国联合研制的 多功能无人作战平台 代表着欧洲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据业内专家介绍 该无人机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不依赖人员控制 完成自主飞行 追踪并捕获作战目标 随后向地面指挥中心发出信息反馈 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 自主做出最优选择 对目标发起攻击 这就好像很多影视剧里 经常能够看到的桥段 前方作战人员发现目标后 询问总部是否发起攻击 随着指挥中心一声令下 作战人员根据事先的计划 和现场的情况 开始打击行动 通过这一点足以看出 这款无人机的超高智能化 而除智能化程度高以外 神经元无人机还具备隐身性能突出 对地攻击方式多样 战术反应敏捷灵活等特点 今年3月 该机在法国完成了第100次试飞 据悉 此次试飞中 神经元无人机完成了挂弹飞行测试 与其他在研的先进武器一样 神经元无人机很少公开露面 在2013年的巴黎航展中 神经元无人机 罕见地以真机形式现身 但当时在这架飞机的外部 笼罩了一个很大的玻璃罩 使得人们仍然难以看清 这款战机的真容 而实际上 一直以来 神经元无人机 也确实像被无形的玻璃罩 所笼罩一样神秘 其公开曝光的资料 远不及美国F35 X47B 以及中国歼三腰 这些隐身战机那样丰富 但随之而来的是 神经元无人机 也显有关于其缺陷的负面报道 那么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次迪拜航展 它就是一次隐身秀 除了刚才咱们说到 中国的歼三腰 欧洲的神经元无人机之外 美国也推出了一款 咱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神秘战机 我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在本届迪拜航展中 亮相的中国歼三腰 和欧洲神经元 虽然目前仍有很多秘密 尚未公开 但这两款战机 早已是声名在外 而相比之下 美国企业展示的一款无人机 却让人们颇感陌生 以至于几乎没有人 可以叫出它的 据报道 这款无人机 采用非意识布局 这种布局 在此前大名鼎鼎的 B-2轰炸机 RQ-170哨兵无人机 以及X47B等 多种机型上使用 具有极强的隐身性能 在这款无人机的下方 还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凸起 似乎用于装载某些电子设备 总体来看 美国方面展出的这架无人机 采用了标准的隐身设计 但具体外形 与此前的几款 飞翼部族战机 都有所谓 从早期的F-117 B-2 F-22 到如今的F-35 X47B 美国可以说是在 隐身战机领域 发展最早 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 目前美国一大批隐身战机计划 也正在高速进行中 据报道 2015年4月 美国海军完成了X47B 隐身舰载无人机的 首次空中加油测试 这意味着 该机的作战半径 既已不加大 作战样式也可能俗之扩展 除此之外 在今年10月有报道显示 美国空军正式决定 将下一代远程打击轰炸机合同 授予诺斯罗普格鲁同中斯 新一代隐身轰炸机 将有些类似B-2与X47B的融合体 而与此同时 美军也在积极列装 和向外推销F-35隐身战斗机 就在外界将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些 大名鼎鼎的隐身战机身上时 一架从未露面的美国无连机 突然现身敌拜航展 着实让人们有些迷惯 首先第一条 这个飞机的外形 以前没有披露过 但是这次拿出来 我们一看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它还是一个飞翼 第二 它好像没有使用窝盆发动机 它好像使用的是 尾推的螺旋桨发动机 那么这一条就决定了 它一定飞不快 也决定了 它可能不会太大 它重量一定是很有限的 那么这两条又决定了 它主要支撑挣扎任务 我们讲说到隐身战机 美军的F-22 对于我们来讲 应该说并算不上是一个神秘的战机 那么我们都讲了 刚刚提到之前 F-22的出现代表 美国最高的战机技术水平 但其实美国的内心 也非常希望 F-22能够来到迪拜航展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008年 F-22出现在英国范保罗航展现场 这款神秘的隐身战机 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 正式与世界见面 虽然F-22的航展首秀 在英国进行 但随后 它却出人意料地 成为了迪拜航展的残客 2009年 F-22现身迪拜航展 并以一次精彩的飞行表演 向世人展示了它的飞行行李 F-22的高调亮相 无疑成为当时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 就在几个月之前 美国空军刚刚以安排冲突为由 拒绝让F-22参加巴黎航展 2013年11月18日 一架美军F-22战斗机 再次飞入了迪拜的天空 在第13届迪拜航展中 F-22闪电般地划过人群头顶天空 随后轻盈地掉头直冲云霄 以几乎垂直于地面的角度上下穿梭 无缝连接地完成了一套 极高难度的飞行表演 可以说成为当天航展当之无愧的军学 两年之后 2015年11月8日 F-22延续第二届参加迪拜航展 然而这一次 歼三腰神经元等隐身战机的出现 让F-22失去了网界一统天下的霸气 人们纷纷把对隐身战机的兴趣 从F-22的飞行表演 转向了地面上的歼三腰 以及神经元静态展示模型的身上 迪拜航展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大型国际航空展之一 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国际军机市场的发展走向 而中美欧隐身战机同时现身 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隐身空战时代 正在向我们靠近 十年前 当美军F-22刚刚服役之时 我们似乎还感觉 隐身战机是那么遥不可及 但十年之后 我国隐身战机 已经能够成为国际航展的主角 相信我国未来 会有更多更先进的隐身战机 来迎接这场 人类航空领域的变化 那我们讲除了现役的 和这一次露面的神秘无人机之外 美国的另外一款隐身战机 同样出现在了迪拜航展当中 那么这又会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呢 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2015年11月8日 被誉为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 迪拜航展盛大开幕 航展期间 美国现役第四代战斗机F-22 也以真机的方式出现 并进行了空中展示 在飞行表演中 F-22不仅进行了垂直上升 横滚等高难度动作 还短暂地打开了战机腹部下的主弹舱 以及两侧的侧弹舱 向人们清晰展示了 其所有弹舱内部的部署 这样的展示也是非常罕见的 F-22作为世界上首款服役的第四代战斗机 其身上包含了美军许多技术机密 美军不但明令禁止F-22出口 而且在各种活动中 这款战机的待遇也十分特殊 据悉 F-22虽然也参加过一些公开展示活动 但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内 该战机身上都有一个参观的禁区 那就是尾部 为了保守战机尾部发动机等一系列基础机密 在很多地面静态展示活动中 甚至有专门的士兵负责阻拦 试图绕到F-22战机尾部的游客 而目前 网络上出现的F-22战机照片 很多都是经过细节处理的 美军此前对F-22保密程度之高可见不来 然而近几年 F-22似乎突然变得高调了许多 不但在2014年打击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中 首次参加了实战 而且多次在各种展会中进行大尺度展示 将越来越多的细节直接公之无众 如果要是一个国家想出口自己的装备 那首先就要显示自己的技术实力 显示我整个的航空实力和水平 那么F-22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因为它虽然它不卖它 但是我们不得不认为 F-22它是技术水平最高的自带机 它相当于在这个展示一下F-22 就是你要看一下 我的技术水平有多高 那么这无形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广 对这一条的基础 所以我一时间见到